升于1989年的郑英杰 资历教育新生代 学习博大精深的书法文化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是传承民族精神与维系民族根基的载体 马来西亚的书法发展与华文教育的发展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华族先前拿来马来亚 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而书法艺术随着华文教育系统化的推广 才开始得以传播和发展 书法其实在古代的话 就很明显的是 它是一个书信来往的一个文字 或者是说宫廷上要发布文稿的时候要书写 就是来一个传达的一个媒体媒介 而走到今天 就因为有科技的发达 就是有电脑 然后包括印刷的印刷术 所以变成 讲实话现在书法方面 其实会转去变艺术的 就是说它可能就是说它是摆在家里 一幅画让你的家是很雅 好像很高级很高档 它也有可能是艺术品也就是说收藏品 再来一点就有可能是投资品 随着这个书家的创作年龄 它的价值就会提高 所以必然的作品也会提高 作品的价值也会提高 今年28岁的郑英杰 是我国年轻的书法家 他在8岁时期开始习字 诗成于赖泉和老师与郭温和老师 习字至今也获得多项国内书法大奖 并办过多个书法连展与个展 目前积极推动本地的书法风气 我很多时候其实我在做个 推广的一个工作 然后其实这个也是受我认识的影响 像我们都时常都会有展览 包括我自己的展 然后还包括学生的展 其实我们就用靠着展览来 因为学生每天写作品 如果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展览的话 就说好吧 我就十年写 我就不知道要来做什么 因为像我们刚才讲 书法已经成为一个艺术品 它变成如果我们想要让学生 有一个成就感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要用着展览方式 或者出去表演 现场回号的方式去鼓励学生 今年学习水墨书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不论是华校 读中 或是私人书法班 都有助于推动书法领域与教育 书法艺术得以在国内盛行 如今在国内外各式的书法比赛中 也不乏年轻一代的参与 目前是有一些人在做的 一些工作者在做的就是说 如何去让外界看得到是马来西亚的书法 当然我不可以否认马来西亚有一些大师级 就是钟正山博士跟钟正川 都有自己一套的一个方式 可是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会有稍微稍微的遗憾 就是说我们的作品出去的时候 为什么好像还是会被中国那一边会影响 觉得这一类是中国还是马来西亚之类的 现在有很多是 cross over 就是说有有人在做就是说 诗人写了马来西亚诗人写了 然后用书法来表现 没有人在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其实我认为是蛮有意义的 然后也希望更加多人 尤其年轻一代 然后也一起来加入这样的一个工作 国家迈入一甲子之际 本地书法家仍本着保存中华艺术 与传播中华文化 持续在书法创作 研究 教育等方面 引领国内书法的发展 加上中国近年来的崛起 使得中华文化的价值和地位日渐提升 而国内书法新人也大量的涌现 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